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个人他生命里感觉有爱的缺失的话 是不是他必须涵散了他的这种东西 然后他才能去修正空气 看看是谁在问这个问题 有的人他肯定需要去寻找 不断地去寻找去碰壁去完善 因为不可能真的能完善 但是他要不断地寻找 然后不断地碰壁碰到心灰意冷 或者是碰到 或者是他真的满足了 大概更好 但有的人他 有的人他休息了很久了 他休息了很久 他要是问这个问题 我可能告诉他也是虚亡的 就是不对不同的人 我会说不同的戒指话 但是对你来说 因为你爱这种回事 你是指的是情感 是吧 爱情是不是 小孩子他也会需要母亲的爱 小孩子母亲你不一直在这 一般很难就是说你不爱孩子的 比较少 是吧 我的意思是 我感觉我自己有时候 是混杂在一起 虽然是成年人 可是我觉得我心理上 有时候和小孩的一种感觉 你只需要一种温暖 或者是和你之间的一种 很好的沟通理解交流 你就感觉 好像有支持 然后你就有安心 但是你就不相信 外界可以给予你这个 然后你就对外界 对外界不能给你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就让你觉得 其他众生不能给你真情 是吧 你能给孩子的 但是孩子不能给你 还是其他众生不能给你 我没有小孩 但是我从那个小孩 对母亲的这种温暖 我就觉得好像 我的那种感情缺失 带点那种感觉一样 你想依恋一个众生 就是没有 或者是你觉得 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值得依恋的人 或者是什么情感 我没听懂你是什么 你觉得有缺失感 就像一小孩子缺失父母那种爱一样 是不是 但是小孩子缺失 他是可以找到父母的 是 成年人这种缺失是容易找 或者你这种找本 就是一种 你自己想的一种希望 不是你在想 你现在定义了 你自己 佛学是出这样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你现在去定义 你缺失母爱 缺失一个父母爱 这是你的局限性 知道吗 你这个定义 让你会深陷在这个圈套里 因为你是在佛 佛学里边只有一个定义是真实的 你是佛 其他的定义都是假象 因为只有这个定义是真相 就是释迦牟里面告诉 你的本来面目是佛 每一个人都有佛心 你的本性 就是要叫本来面目 其他你下的所有定义 说我是个女人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轮回的众生 我是个人 我是个天人 我是个地狱道众生 我是个缺失爱的 我是不缺爱的 都是错 都叫错觉 站在第一点都叫错觉 所以但是我们经常会学一些心理分析 心理学 或者是我们有婴儿时期的 就是创生啊 少年时期创 但是站在佛学的角度 所有的定义都是错误的 但是这些地义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心理分析的课程 你能不能受眼能 就像佛所定义 我们这个肉体是虚妄的 但是你现在真实的感觉到存在 在真实的感觉到 比如说你的痛感 你看你动手术很痛 很痛 那么给你打了个麻药 你也会不痛嘛 宰实的缓解 就是说在你在梦境里边 就是说你现在觉得 有着老虎嘴里 有人帮你把那只老虎打死了 你也觉得很赶 你也觉得 哎呀 终于解决了恐惧这件事 但是你是在梦里边 如果你梦醒了以后 是不是 打老虎这件事 老虎包括你都是假的 因为你在做梦嘛 是吧 现在你在梦境里定义 你缺失爱 是吧 缺失这样 我在梦境里边 我是觉得 我和这个现实里的众生不同 我现在跟你问我 这是佛学的见谅 你坐在这 这是坐在佛学道场 我只能有佛学的角度 跟你谈 你现在就在做梦 真子俩也做梦 我告诉你 这叫释迦牟牛 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你真子俩 只是只过晚上你睡觉时 必是也做梦 现在真子也做梦 因为你有局限性 所以你现在的定义是 凭着你的感觉定义的 然后佛告诉你 你不缺什么 你在产生错觉 知道吧 所以先不要定义自己缺什么 或者是自己拥有什么 是吧 我可以定义我不缺什么 但是在那个 我很难受 我很难受 就是大家都这样认为 然后你就觉得你成为异类了 就是你说我要有佛的这个之间 我不缺什么 那你就是一个唯一掌握真理的人 你要你要去 如果你觉得大家都那样认为 偏偏我爱佛的认为 你觉得你不对吗 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很高尚吗 我很高尚 可是常常会被这种异类 觉得我好像就太疑惹了 然后就觉得 我是不是该离开那个地方 到一个和我同类的地方去 而我觉得 真理主是朝我在少数人手里 就是说很多人 是吧 释迦牟尼玛当年也就三千弟子藏水 那么多人是吧 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去探索真理的 大家都是说 赤克拉扎水很现实 面包牛奶这种事情很现实 他不去考虑这些更高层次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 我真的是很痛快 我不想解决那个什么时候如来的问题 我就是现在 我就是我的情感问题 我就是觉得 在寻找 好像这个世界寻找不到 那真的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西方那种心理学 好像从小 像弗洛伊德 他母爱或者母亲 可能小时候对他关怀的时候 他可能总觉得 我始终觉得 我始终觉得你们想多了 什么弗洛伊德 什么心理学家庭 我不能说那些方式能够解决 有时候会解决一些问题 那些方式你去那样思考 有时候突然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但是过一阵子烦恼又来 是另一个烦恼 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都是突然解决 就像吃止痛片 就像我说有病了 吃了点麻药 突然没那么难受了而已 因为你没说出真相 真相是你在无名之中 各种定义 各种认为 各种决受 就像我刚才说 烦个快乐的 你把自己定成烦 定成快乐的 其实如果你只是说 我想把烦恼转成快乐 那么好 有一天快乐又会消失 你又烦了 你不断地就这么折腾 但是如果你如如不动 把烦恼的快乐 都看成两个环境 另一天你就不再烦了 你永远不再烦 就进入自在的境界 就解脱了 从烦恼轮回中解脱了 就是佛的是最根本救度 就是让你再也不复发了 那个病 但是如果你以这个 不究竟的界定 你也能 我今天唱个歌 跳个我 我去抓财标 赠了个大奖 然后我找到一个 爱我的人 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的 像父亲 在某一个地方 像父亲 某一个地方 像丈夫 某一个地方 又像情人 又像哥哥 他具备了所有我想象的东西 很爱 我很开心 我好像解决了 但万一失去了 他死了呢 人死了必死 但起活风 你不是失去了 你翻到又来了 我找不到了 是不是 你就换的 换尸在里面 是不是 那样一个人 爱你的时候 是不是你有一天会说 万一台上别人 怎么办 你的痛苦又是另走的 你找到了 你好像不去爱了 但是你又怕他失去 知道吗 你又产生了另一种痛苦 所以你的烦恼是解决不了的 又这些什么弗洛伊德 德啊 什么 你这个心理风心 你是解决不了的嘛 现在他要解决问题啊 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在世间 也很容易找到 他心安的那种 外界 外境 谁 比如说我遇到 谁爱心 你告诉我 有个老人 他快死了 然后他说 他只要有一个安藏 好的地方 他就心安了 然后他老人就给他 买了一个 一个墓地 他看到那个墓地 他就不反显得心安 然后还有 很多是 也许他是 这是 但对于众生来说 他可能 有战时的一个心 他觉得得 他真的心 比如说 反正我认识的周围 很多这种现实的人 他们就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呀 家庭呀 孩子呀 他们觉得心安了 就安在那儿 他就不浮躁 他说你 如果我与众生不一样 人家都有 家或者怎么的 人家都过得平安 然后你就 好像与众不同 你就想要你那个没有的 他就没有 睡觉都不安 是吧 这个安心真的是 大家都不安 我告诉你 这就像 大家都会说 经常我们比喻说 你看那些种地的老太太 在家里喂上几只鸡呀 在刨上山姆地呀 好像很安心 怎么越受高等教育的 越不安心 你看白领啊 或者这些 越成功的人越不安心啊 好像 好像很 很烦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判别 他在地里住 他就 他就 他不懂啊 他不准得去 这家旁边有 有一个故事 不是 有俩妇人 每天吵架 每天吵架 有俩穷人过得 很开心 家里就有两只鸡 有个烂房子 有一只锅 有一点粮食 他每天说说笑 很开心 那个老婆跟老公说 我们俩这么富 怎么每天这么烦 你看每天吵架 人家俩每天听见笑 老公说 等等 拿去一块 一块金子 冲下去扔过去了 扔到对面的时候 第二天就听见吵架 老婆说拿这个金子 干这个 老公说要干那个 哎呀 两个想不到一块 开始吵架 就因为这个金子 最后打个吵的 吵得不可看 就要离婚了 或者是 因为什么也没有 所以什么也没有 不用吵啊 也有这种安心的 但是你不要啊 但是你是要 有金子还要安心 但是有时候不能啊 有金子的时候 他会吵架的哦 是吵着也安心 你这叫活在当下 就是说很多事情 当它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一切如幻境 就是说 在任何境界 在你拥有的时候 或者没有的时候 你都能安重 这叫修为 知道吧 这个已经不是解脱问题了 这叫 这人力都可以达成的 看清楚 看透了 这就是人力的经验 知道 没有 我也安心 有 我也珍惜 就是这样 这是人道啊 但佛的 从佛学的智慧 已经不是这样解释 已经实修过去了 整个人道就是幻境了 但是你 你如果只是从人力的角度 你这样 你都会了解 真相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真的爱心 安心只是暂时的 知道吧 一有处缘 马上失控 很多家庭 你觉得他又有了 又有了孩子 又有老公 又有什么 出事了 但喜或讽 孩子有病怎么办 老人有病 得了绝症 怎么随时可能的 随时会打破 这种爱心的宁静的 无常 为什么 我们无名 无常 事情是无常的 但是佛为什么 怎么也打扰不了呢 因为人家有智慧 我们无名嘛 没智慧 没圆满的智慧 所以你要求爱心 只有不断地寻求 圆满的智慧 不断地让自己圆满 而不是去寻找一个 寻找说 我缺个杯子 我使劲地寻这个杯子 也许可能你会找到 我觉得 但是当你得到杯子的时候 你会 如果你没有佛的智慧的话 你吃着会失去的 因为无常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你得到更好 我希望你得到 是吧 当你拥有佛的智慧 我希望你在这个世界 拥有你所要的 想要的一切 因为你有食器嘛 你可以吃最好的 玩最好的 你可以想要什么 有什么 荣华富贵 什么都可以啊 那些也没有出啊 没有罪啊 但是你首先要有佛的智慧 没有的话 那些东西 很可能给你带来业力 带来很多 让你想象不到的恶报 等等等等 谁知道呢 也有可能是善的 政界非常重要 是 政界非常重要 拥有政治界的人 真的是蛮重要 你就走得无惧嘛 拥有政治界 然后 要想突破 或者是 要坚定的走 自己要有很高的能量 才是 然后要不然你就好 能量从哪来 从身之来 你要认为 你就这么一米六个小个子 你从哪来能量啊 一跳两下就没了 消耗嘛 那些六根在消耗嘛 如果你觉得你是无形无下的 你比天地还大 天地能量都是你的 知道吗 这就是职界不同 你的能量来源不同 你如果觉得你是天你是地 能量就是天地来 你要觉得你就是个肉体 心肝脾肺胜个气满 你的能量从哪来 就从饮食来 你就吃了 吃了什么补什么 就那种 就这种 这就是大家说 吃啥补啥 吃啥 就要补来补来补来补去 你的能量很快会消耗完 打坐到底是吸收能量的 还是消耗能量的呀 既不吸收也不消耗 修定的 因为打坐是无我的 无我就跟宇宙是合一的 知道吧 所有的能量都是你的 有时候打坐很累 我就躺下 你睡就睡着了 你那不叫打坐 你那叫坐着 打坐好是很舒服的 打坐有时候三个小时 就要十几分钟 起坐有 时间会 十分钟会缩短 朝呼吸 大家如果实在不会打坐 从呼吸入手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快一点 就是坐在坐地上呢 基本的坐姿 你要找一些双排 或者单排 然后呢 血顶勾塞 石铁上额啊 拔背啊 纯节拽走啊 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知识 应该很好学 网上都有 打开网站 气质做法什么 都讲了很多 这到底是要卷起来的 铁的铁边的 两个牙齿的上面 上额 轻轻的顶着 不要使劲的顶啊 天天的 叫大雀桥 将来从这个底下会 气脉会循环 在这儿 而且你的舌尖会有口水 是惊液 这要是为了 气脉的一个循环 所以他要舌尖上额 坐在那儿 然后呢 调整你的呼吸 不要这样 深呼吸 然后静下来 静下来 静下来 呼吸呢 不要有喘下 不要有风向 这就要我就不行 这就不能 这个打坐 就 这就 你静不下来的 你一定会很杂乱 但我是肺不太好 你们肺好 就是 你一听你的呼吸 这样是不行的 就杂念很多 然后你听你的呼吸 就很长了 这样好一点 一直到没有喘向 就是说 你要听到 他的喉咙里 这样都是喘嘛 就是爱护 就是你慢慢听听听 这个呼吸 绵朝细勇 若有若无 有时候好像停了 而且到最后 你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呼吸都不知道 从哪儿出来 你都不知道 有鼻子这回事 不知道是从费劲来 好像不知道 在虚空里边呼吸 这就开始静下来 瞧呼吸嘛 因为呼吸跟念头 关系的比较密切 比如说 你没呼吸了 你就没念头了 是吧 你有呼吸不是乱想吗 你没呼吸人都死了 你还有念头 你不想 老师 就刚才您说的那些 就我一刚开始 我七八年前 刚学活的时候 大作就很容易 进入这个阶级来 但是现在是怎么 就呼吸怎么 少吃点饭 做的 少吃点东西 还有心有挂碍 就不容易追下来 而且很多法门患者 有时候修两天法门 就不想用那个法门了 不想挂呼吸 就不心血了 法门都想多学个新鲜的 还有我们打坐的时候 尽量空腹会好一点 会更容易静下的 空腹 就是吃饭吃个七八分 别撑着坐在那 做不住的 还有吃素 清净一点 吃素容易清净 但是太生气了 你要是身体有必须要吃 也可以吧 就到腰吃吧 马上还能自己做好一点 到马上有时候真净一下 但始终是成佛 是破所有相 打坐也是个方便 你不做也行 你要能破相的话 就可以 在这个时候倒就行 这什么时候 你会不理解 倒 nächste 那什么时候 放石 研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